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约伯记的26章5到14集 我们一起祷告 主上帝感谢你 让我们有福气 有福分 可以来领受你的话语 帮助我们一起 透过今天的经文 对你有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向你先上祈求祷告 奉旨顺明 阿们 好 今天的经文 大概是接续前一天 约伯的回答 但是在这个段落当中 有圣经学者来形容说 哇 这一段是 约伯宋赞神全能识篇 写的非常出色的一段记载 好 在这几节当中 其实 约伯他传递一个讯息说 既然他朋友比勒达 对神跟神道路认识 实在是愚蠢到一个境界 所以约伯应该来告诉他朋友 这个神是怎样的神 好像颠倒过来 然后在这个段落当中 有用了非常非常多的 那个字词 很有意思 比方说 有很多的要素像 大地 有水 有云 有天空 然后甚至有些词汇是来自创世纪概念 有虚空啊 然后空虚的部分 所以是很丰富的 他甚至 还有一些类似就是古代神话那样的概念的词句 比方说 比方说洋海 好 就是大大海 或者是拉哈布 或者是快蛇 这些东西都在这个段落当中 好 所以很有意思是他提到许许多的名词他讲 这个神在这些地方 他的作为是怎样 好 我们一起来看第14节 看哪 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为 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 他大能的雷声 谁能明透呢 就我刚才那样描述 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如果时间可以坐下来 然后把这几节经文这样看过来 看完之后 14节好像跟小节目说 看哪 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为 何何本用些为来翻译 意思是什么 其实他描述了整个宇宙万物这些事之后 但是这只是神工作的些为 就是那其中一点点 好 然后我们所听见的 于他是何等细微的声音 其实我们这渺小被创造的人 即使举目观看 神所创造一切我们能够看透吗 没有办法 即使描述到这么壮丽的所有的一切 但是只是些微 我们有这样认识吗 还是我们想说 我已经很认识上帝 已经参透一切 不可能嘛 好 所以这里约伯用这样的语句 他用很华丽的词 描述了这些事之后 但是 他仿佛有更对神有更深刻认识 他知道我们对上帝认识 就那么一点点些微 然后他大能的雷声神的名头 这好像有点文学上的对比 就是何等细微的声音 然后他的大能的雷声 细微的声音 大能的雷声 然后来提醒 来告诉他的朋友们 对你们对上帝有认识 但是神是这样的神 他是如此的伟大 如此的丰富 但是我们其实认识 只有这么的少 其实 如果我们真的谦卑到神面前 我们对上帝认识 即使我圣经读过十几二十别 上百遍 我们对上帝认识 还是 稀微 不是吗 所以 我们可以重新好好来思想 来反省一下 我们跟上帝关系 我们到底认识神多少 甚至我们可能要再倒退 回来一点再想 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认识上帝 我们有没有花时间 沉浸在神话当中 沉浸在神所创造大自然当中 体会他奇妙的工作 体会神的大能 还是我们只是不断累积 我们圣经知识 好像头越长越大 但是忘记去看 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 很有意思 其实约伯对于整个宇宙描述 好像超过他那个时代 可以对神的认识 但是他也知道 其实那只是 稀微而已 我们有这样的认知 知道其实 我们是如此渺小有限 我们对神的认识 只是稀微而已吗 我们先来祷告 主上帝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 指教我们 愿你圣灵亲自引导 让我们愿意可目 更深来认识你 让我们愿意花时间去观看 去体会 去感受 去享受主你所做一切奇妙的事 当我们慢慢体验到主你 奇妙大能的作为的时候 让我们再次享福于你 帮助我们不再自以为是 像我们已经如何的认识你 而是再次谦卑回转到你面前 主愿你圣灵亲自来光照 指教我们 能够成为和你心意的人 我们向你先上祈求 祷告奉主的顺名 阿们